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呢 先泡给大家一个问题 房车里面的卫生间有必要设置吗 或者说怎么样去设置更合理呢 毕竟房车内部的空间是不到十平方的 既要有会客厅 要有厨房和大床 再放一个卫生间 确实是太占地方了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还不行 那怎么样才能把卫生间做到一个 不大不小刚刚好合适的空间 还可以满足日常的洗漱 如厕洗衣等余体呢 下面我们跟随着镜头 一起去看一下后方这台 EV科T型小欧的房车里面 去看一下它的卫生间是怎么样去设计的 这有车呢 我们先看一下卫生间的门板 为圆弧的设计 整个的开口呢也会更大 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增加内部的水平空间 看起来也非常的美观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材质 我可以用手敲地一下 声音都是非常清脆的 整个卫生间的门板 调到的都是铝合金的材质 通过四个曲面去进行清河 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到环保和清亮化 不会产生异味 并且铝合金的材质 作为卫生间的门板 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水溅到上面 不会发生反潮发霉的情况 进入卫生间的内部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空间 我的胳膊撑起来旋转一下 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哪怕你想粗个早 也能够保证空间的舒适度 卫生间内部的高度呢 可以达到一米九家 即使是高个子的男生 也不用担心碰头 在通风换气方面呢 既有顶部的双向换机扇 还有一侧的外推窗 下雨下雪天的时候呢 不能开顶部的双向换机扇 我们的外推窗 还可以进行正常的使用 上方隐私帘和防温帘 均有配备 储物方面呢 上方是带有盖板的储物空间 放一些浴巾和毛巾 或者是备用的洗漱用品 下方呢 就是一些开放式的储物空间了 像您的牙刷牙杯 洗发水和沐浴露等等 您常用的物品 您都可以放在这 而且也不用担心产生的积水 会把我们的储物空间里面 弄得全是发霉的现象 这边呢 还有折叠的毛巾架 它的尺寸规格呢 和家里的是不相上下的 既可以挂放我们的毛巾和浴巾 还可以晾晒洗好的衣服 连玉欢洒的位置呢 就在它的一侧 包括防水的五孔插座 也给您放在了这里 洗完澡 在这里也可以吹吹头发 再往下看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折叠的洗脸盆 内部的空间呢 非常的大 成年人的小臂也可以放得下 洗脸洗头发 或者是洗个小件的衣服 它都可以融得下 有冷热水调节的水龙头 当您用完之后呢 直接轻轻往上一抬 它就会顺着这个漏水槽 直接进入我们的灰水箱里边了 这样呢 就拥有了更加宽敞的空间 那整车呢 是配备到了200升的清水箱 以及68升的灰水箱 能够满足热成的用水需求 那么在最下方呢 就来到我们马桶的位置了 像现在如果说想使用马桶的话 它的盖子呢 打开是有些困难的 旁边呀设计有轨道 可以实现测滑 同样呢 也是给洗澡流出了更多的空间 赛特福德的抽拉旋转马桶 带了18升的黑水箱 需要定期去清倒黑水 再来看一下旁边的区域 给您安装了洗衣机 安装在这里 晚上洗完澡洗衣服 您就随手往里边一扔就可以了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那我们看完卫生间内部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卫生间整体的材质 也是车友们会经常问到的 卫生间内部到底有没有去做防水的处理呢 首先最外层呢 就是用的防车专用的 10级别的环保板材 里面呢是一整面的防火板 如果你还担心渗水的问题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 可以拉上浴帘这样 双重保障 在使用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水会建到外面了 那相信通过今天的视频分享呢 各位车友们对防车内部的微信间 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如果说大家关于这台车 还有想要了解的区域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